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们前面三天一起讨论了 西方科学界和医学界 关于因果轮回的科学方面的证明 我们昨天谈到关于 用催眠的方式 帮助人回忆到自己前世的案例 在美国的这位 Brian Jameson 吉姆森医生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就是对一些 美国的催眠 这些催眠 这些催眠是一种 一些白人的青年 他们生活很放荡 在家里不孝顺父母 然后在学校不尊敬师长 在社会上扰乱治安 闹事 这些人由于自己好奇 结果来请吉姆森医生 催眠的时候 结果发现他们 原来前世是印地安人 我们都知道美国 他们的早期的历史 是一部白人屠杀印地安人的历史 很多印地安人被白人杀害 赶出自己的家园 然后这些催眠是 就是这些被白人杀死的印地安人 转世来的 而且他们在催眠中看到 自己这一世的父母 就是他前世杀死印地安人的白人 所以你想想他们的催眠是为何来的 他们为何要投胎到白人家庭 做你白人的儿女 来扰乱白人社会 来报仇 前世有这个仇 一转世带着这个仇恨来投胎 所以现在你说社会上很多这些恐怖分子 西方国家 最怕就是恐怖主义 这些恐怖分子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要在你们社会里制造恐怖呢 都是有前身的因果 这些因果一定要去化解 心里面的仇恨 如果不化解的话 会越洁越深 大家说用什么可以化解仇恨 是否用武力 用兵器可以镇压 把他的仇恨镇压下去 不可能 这个仇 越镇压就越深 所以冤仇疑解不如结 要化解 如何化解呢 一定要用教育 你看古人礼记上讲得好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乃至整个世界 最重要是什么事 教学 圣言的教学 伦理道德 因果的教学 可以帮助和谐社会 可以帮助和平世界 一个社会 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 如果家庭里面 父子都不和 父母和子女之间都不和 这个家庭 就不可能和谐 这个社会 如果这样的家庭多了 社会都不可能和谐 我们问一下 子女为什么 今生今世 不肯孝顺她的父母 为什么和她的父母 好像仇口那样 我们都知道 都是有前世的原因 好像这些嬉皮事 她就是带着仇恨来的 投胎到你的家里面 做你的儿女 她怎么会孝顺你 所以现在的社会上 很多这些新闻 讲到子女 甚至杀害父母 现在都不是新闻 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 把自己的父母都杀害了 毒死了 为了什么呢 骗取父母那种人寿保险金 拿这个人寿保险来做什么呢 为了买一个手机 这样的事情 现在现代社会 都能够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儿子肯定是报仇来的 报怨来的 这个父母和子女 本来是有天然的亲情 现在 既然出现这个子杀父母的现象 是因为我们社会深度的污染 没有这个圣言的教育 儿女不知道父母的恩德 只懂得满足自己的自私自利 父母的恩德 真是心重如山 你看看这个 古书《诗经》上面 有一句话 他说 哀哀父母 生我渠老 欲报之德 浩天妄极 父母的恩德 看下从小到大 怎么帮我们养大 从怀胎开始 这个娘已经谨慎 小心 生怕伤害了自己的胎儿 一心一意 使得自己的胎儿 能够健康成长 将来可以平平安安出生 出生之后 又是无微不至关怀 宁愿自己肚饿 吃不饱 都要满足 这个小孩 使得他能够觉得温饱 所以忍饥忍饿 为了盼望着这个小孩 健康成长 快高长大 所以父母的心 我们的小孩 慢慢成长过程中 都没有人体验 一直到自己 有了子女 所谓养而方之以父母恩 父母的恩德 真是浩浩荡荡 无崖无边 跟天和地是一样的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恩德 顺着自己的这些私欲 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这些稀皮士从小就没有受这些教育 不懂得父母的恩德 所以过去有这种冤仇 一个不知什么的恩怨 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仇恨 他就会来报复 我们知道父母的恩德 这么深重 哪怕是我们过去生涯 我们父母怎么对我不住 我们都应该原谅 我们应该宽恕 你看在佛门里面有一部叫做 父母恩从南报经 这本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和自己的学生 讲到父母的恩德 真是无量无边 他用一个比喻 他这样说 假使有人 位于爹娘 打骨出水 经白千劫 由不能报父母心恩 这个比喻就说 假如有一个孝子 他能够为自己的父母 什么都写得 甚至可以捐出自己的骨髓 来这样效敬自己的父母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 是经八千劫 在漫长岁月当中 永无羞耻地供养 可否报尽父母的恩德 佛说 由不能报父母恩德 报不尽 所以父母的恩德这么深藏 他即使是过去生冲对我再不住 杀害我 如何残忍地残害我 这一世生我养我的恩德足以抵消 所以对父母应该常常怀着一种感恩的心 有这种感恩的心 有这种孝敬之心 才可以转变前世那种恩果 发前世那些怨恨 化为今日的孝顺 这些从哪里来的 一定要从教育 你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 没有恩的教育 他怎么会吃呢 所以很可怜这些稀皮士 从小没有读过《大志规》 没有接受过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 长大成人了 就是来报冤报债 他们一生当然不会有幸福 在去年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评选了一个 叫做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评选活动 这个活动中评选了十位感动中国人物 其中一位叫田世角 是广州的一位律师 山东人 一个大孝子 他的孝行感动中国 他的娘 由于得了疗毒症 所以医生的建议就是 只能有一种方法可以救他 就是要跟他换一个神 换一个神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这个田世角 他就毅然决定 把自己的神捐出来 给他的娘 而且 要的医生 不能告诉 这个消息 不能告诉他的妈妈 因为他知道他妈妈很疼他 假如 知道他要把神捐出来的时候 他说 他妈妈宁愿跳楼也不会接受 医生跟他保密 手术那天 先把他妈妈推进手术室 然后把他也推进另一个手术室 从他的身上 把神捐出来 移植到他妈妈的身上 后来手术很成功 两个人都健康出院 难得的就是 他妈妈因为没有文化 到至今还蒙在古里 还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神 是来自于他的儿子 所以当医生 看到这种感动事迹 他把这件事上报到中央电视台 作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人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来采访田世阁 当时他还睡在病床上 还未恢复 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对中国 我对国家和社会做了什么贡献 人家那些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 都是什么奥运金牌冠军 什么神舟六号的飞行员 那些都是为国家和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我没有做什么 我只是为自己的妈妈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我对他的报答 还未及得他的万分之一 大家要知道 他凭什么 可以平常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 就是凭他的孝心 孝行 这种孝心孝行 感动了我们中国的十三亿中华人物 所以孔子有说 教民亲爱莫善于是莫善于效 现在我们想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 吴锦涛主席所提出的 希望人人都能够相亲相爱 老百姓能够相亲相爱最重要是教读他什么 教民亲爱莫善于效 最重要是教导这个孝 所以他这种孝行 真的可以启发几多人的孝顺之心 所以他是当之无愧 可以平常 十大感动人物 我们再看看他的这样的孝行 能够把自己的神捐出来 给自己的娘亲 这些一般人做不到 这样的孝行 可不可以报答尽 父母的心恩 佛同我们怎么说 他说 你不要说捐一个神 这个田世国 中央电视台这样赞叹 持母身上神 孝子一片心 这个神表达着自己孝子一片之心 但是和母亲对于儿女的关怀 比起身 真的他说得对 万分之一 所以佛说 你不要说只是捐一个神 甚至把你的骨髓都捐出来 而且要经八千劫 所以父母的恩德 真的不可思议 比海心 比天要高 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一世 和我们的父母 过去生中 有什么因缘 这一世感应在一起 当我们知道 父母生我养我 这些养育之恩 真的自己 所有的怨恨心 都不应该再起来 再起来的时候 就是大不孝 一个罪人 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教育 他怎么可能知道 教育最重要是教导 孝经上面说 孔子说 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我们现在要提倡建立和下世界 一定要讲伦理道德 而伦理道德的根本 就是孝道 圣人的教育 就是使我们 如何能够在这一生一世 保持我们的原有 对父母的那种亲情 父子有亲的这种亲情 保持下去 这个就是孝 所以教育 所有教育从这里出生 下面跟大家再介绍 另一个例子 是一位英国的心理学家 在1960年代 他拿到英国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亦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论媒学家 他的名字叫Roger Wooger 吾尔格博士 这位吾尔格博士 他有两个 亦是挺惊心动魄的例子 一位是他的病人 叫做波娜 波娜 这位女病人 因为他的心理病症 找吾尔格博士 来做催眠 当他进入催眠状态中 他就看到自己两个 惊心动魄的人生 他说他看到自己 在很古老的年代之前 做了一个古老的部落里的女人 那个部落里因为没有食物 骂饥荒 结果这个女人 她刚刚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还有婴儿 她由于太肚饿了 竟然拿着一把斧头 把她自己生出来的小孩 丢掉了 作为食物 就是那一世 这个女人 就被一条野兽 就吃了 这个也是有她因果 然后她又在催眠当中 看着 紧接着下面一世 她的灵魂又去投胎 变成了另一个部落里的婴儿 出生了 那个部落 亦是没有食物 大家很饥饿 结果这个婴儿的娘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很残忍地 把婴儿 刚刚出生的婴儿 杀害了 她在婴儿当中看到 在第二世 她自己变成婴儿的时候 杀害她的母亲 就是她前世 拿斧头砍死婴儿 转世来 所以真的是一步还一步 古人说 祸福无门 为人自焦 是恶之暴 如影随影 一个人一生 是祸还是福 其实根本不是天主定 全是自己做出来 为人自焦 当你有善心的时候 你就会有善报 当你有残忍的恶心的时候 你必然将落会得到恶报 善恶的报应 就好像影跟着人生一样 分不开 人的肉体带不走 什么都带不走 自己的家财万贯都带不走 带走的是自己的业 所谓万般将不去 都带不走 唯有业随身 只有业力 善恶的报应 跟着你的身 去投胎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什么呢 佛家的大佛顶首领 能言经上面说的 与父我命我还与债 以事因缘经八千劫 常在生死 这位吴义甲博士的案例 跟他们说的就是很明显的 土债还债 杀人常命的 这样的例子 都是他自己催眠当中看到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 还债土债 土债还债的关系 使人生生世世绑在论回当中 受长时间万长岁月当中受苦 所以懂得这个情况之后 这个恶业怎么可以做 杀业最重要 这个杀业做到将来这个苦 是最悲惨 而杀业不单单是杀人 包括杀害众生 你看这些动物 它都有灵性 我们昨天的例子也说到 有动物变成人的例子 有人变成动物的例子 现在科学界都有这样的案例 说明凡所有的生命 只要是能动的 都有它的灵性 你杀害了它的时候 它在它的内心深处 在它的灵魂深处 留下这样的仇恨的印象 将来一遇到的时候 一定会来报 所以现在你看这些人 杀生灯猪的灯牛 这些牛做了一世牛 都已经是很对得住人类 但人类对它是什么 给它什么下场 拿到屠宰场 手脚都绑住 然后拿个电锯这样锯下去 那些鲜血 这样噴出来 那只牛说 临死之前还流眼泪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场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只牛在临死的时候 带着什么东西走 带着深深的仇恨 人类对我 人类对我是这样的 我将来怎么会对你 所以遇到的时候 这个它不会放过来 所以你说现在 这些杀生的严重 可以说只要是移动的 现在的人都能吃 做这个杀业 真的重 所以这个灾难 怎么会说可以化 化解不了 要化解灾难 唯有大家都能吃 大家不杀生 因为我还要吃它的时候 就有人剃 我不吃了 大家就不剃 下面吴尔甲一个例子 是另一个女病人 她叫做Hildegard 希尔德格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 她有一种心理的不正常的现象 就是常常想着自己 作为一个女人 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常常有这种想法 她就常想着 为什么我要做女人 这个就是上天对我的报应 就是这样 常常想着 其实做女人不是不好 挺好 她就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她最催眠 在催眠状态下 吴尔甲博士和她引导 入了这个定的状态之后 就回忆起她自己 两个前世 这两个前世 是互相相关联的 比较近这个前世 她就看见自己 作为一个女人 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 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那一世 是被三个士兵 强暴而死 死得很悲惨 这件事 她的悲惨遭遇 是有前因 她在催眠当中 又回属到她更前一世 发现 她更前一世 做了一个男人 是一个男人 而且是一个很强壮的男人 这个男人心很坏 还很淫乱 专门强奸和杀害妇女 以此认为自己很健壮 以恶为能 她觉得自己越恶就越有能力 她不知道将来的果报 多悲惨 由于她这样的罪行 就是过一世 有一天她骑着一个高头大马 这个男人 在高头大马上 她还在得意忘形 在高头大马上 突然间从马上 逛下来 结果把自己的颈 也跌断了 自己的胸部 她的头部 也受了重伤 她临死的时候 突然间 很悔恨自己 为什么一世人做到这么坏 做了这么多恶言 所以她临死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种预感 感觉到将来 我没有办法再有这种强壮的身体 我可能将来 要做女人 要来受我自己所做的报应 后来她又轮回 变成那个女人 被那三个士兵强暴而死 甚至她这一世 还有这种心理的折磨 认为我做一个女人 仍是一种上天的惩罚 有这些念头 有这些想法 都不是偶然 都是前世她所做的恶意注定下来 因做下去之后 果是必然的 所以怎样才可以转化这个因果 这是关键问题 可能我们过去生中 做了很多恶意和恶事 我们也不要笑别人 可能自己也不认得这么坏 怎么办呢 这个因种了下去 还要有缘才可以结果 这个缘就是一种条件 这个因就像一种种子 你种到土壤里面 淋水有阳光有土壤 它才可以慢慢发芽结果 如果你没有这些 把种子放在冰箱里 它永远都结不出来 所以缘很重要 这个土壤 水分 缘 要使得种子有资生 有生长的环境 所以如果果然是前世做了恶恩 我们不可以要恶恩有他自身的土壤 不要给他这种土壤 不要要他生长 所以这一生一定要断恶修善 断恶修善就等于把这个恶的种子 封到冰箱里面冻结起来 它就不再发芽了 它没有生长的土壤 那我用什么生长呢 用我以前过去生中所做的善的种子 它可以在我善的土壤里面生长 所以这一世断恶修善是最重要的 可以转化我们的果部 如果不转化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像我们昨天有谈过一个明朝的方孝瑜 这位方孝瑜就是蛇王转世而来 方孝瑜的父亲年轻的时候 烧死了八百多条的红蛇 灭了人的蛇的一族 所以这个蛇王 就是来来泡沫发了毒势 我都要将来灭你的族 所以后来就转成方孝瑜 这个蛇王可能是一个很有道德学问的一位蛇仙 所以生到人间都是光正不阿 大中大义之人 在历史上方孝瑜也是历代受人景仰 因为他大中大义 他是不肯屈服于逆财 不肯屈服于逆财 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方孝瑜自己都不记得了自己的前世 他来这一生就是来土宅 来灭他方家的一族 所以这种恩怨是不可思议 他不是说不想孝顺 但是他这种恩怨迫着迫着 就是这样的事实就产生了 就是使得他整个方家灭了十族 所以恩的报应 我们说是不由人的意志而转移 不是说你想不报就可以不报 不是 一个恩中了下去 现在有缘了 碰在一起了 那一定会延迟 逃都逃不掉 不要说方孝瑜 就算佛也避不开这个恩怨 好 这里我们就 稍微比较详细介绍完了 这位第三个西方的 是这种对于轮回转世的研究 用催眠方法研究前世 我们这几天有谈过 第一对灵魂存在的研究 第二对能够记忆前生者的立案调查研究 第三催眠法回忆前世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 四个研究领域 是对不同维持空间生命的研究 所谓不同维持空间生命是什么呢 即是说我们人 我们的身体 是存在于三围空间当中 三围即是我们说的长 闊 或是高 三围 再加上时间 就是四围 四围空间 就是我们说的时空 四围空间以外 有其不同维持空间 这些空间当中 亦都会有生命的存在 现代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宇宙当中存在着十一度的空间 十一个维持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 空间的维持是无量无边 每一个空间当中 都可能会有生命的存在 我们的轮回 不一定是回到四围空间当中 可能是有其他空间的生命 现代科学家 在这方面也探索得很深入 我们所说的 对鬼神的研究 肉眼看不到的 另一个空间当中的生命 什么鬼神 天神 那些天神 由我们昨天说的威斯医生 他对催眠病人发现 有些神灵通过病人的口说 这些神灵肯定是比人要高的 智慧 他的生命层次肯定高 还有鬼神 我们昨天说到轮回还有动物 动物变成人 人变成动物也会有 所以生命层次空间很多 在这个领域里面 一位比较著名的 是在欧洲意大利的一位专家 专门研究灵性生命的专家 他的名字叫巴希博士 巴希博士 从1949年开始对于这种 所谓的灵性生命的研究 我们一般说鬼神 证实了 确实有鬼 确实有神 他们所做的研究方式 就是用一种通讯工具 这个照片上是实验室的工具 这些设备可以收录鬼神的声音 可以录下来的说话 他的实验是这样做的 通常一个实验 参加的人都有几十个人 其中包括一些研究 超自然现象的 所谓的灵性生命的专家 还包括通讯设备的工程师 还包括什么呢 一些自愿来参加实验的 这种研究对象 这些人通常是 一些妈妈 刚刚死了儿子 他很思念自己死去的儿子 听说有这样的实验 可以和自己的儿子进行沟通 所以他自愿来参加实验 这个实验通常是晚刻九点钟开始 那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晚刻开始呢 因为鬼也是晚刻出没的 所以他晚刻九点钟开始的时候 这个巴希博士通常用他的通讯设备 调到一个短波段 这个短波段是7-9MHz 7-9MHz 在这个波段里面 通常一般的讯号 关于电池波 电台 电视台 手机的讯号 通通都可以过滤 不会影响到实验 然后大概 调到这个讯号之后 从他的喇叭里面 会传出正常的草音 大概10-20分钟之后 这些草音突然停止 随之听到喇叭里面 传出一些风声 吹风的声音 在风里面还夹杂着一些歌声 这些歌声由远而近 好像有些鬼神飘过来 这个时候 巴希博士听到这样的声音 因为他做这个实验了数十年 他的经验 他立即对着喇叭开着呼叫 他说朋友们 你们在哪里 我们就在这里 请你说话 这样和他呼叫 没多久 真的听到喇叭里面 传出应答的声音 来了 他真的来了 然后 这些声音越来越清晰 甚至 说话 一个字一个字都很清晰 全部录音录下来 说话 这些人 这些不是人 是鬼神 是什么人 什么生命 都是在场的母亲 他失去的子女 他回来 和自己的母亲 说话 这些实验 其中我扎了一段 这些实验很多 每次差不多 我和大家扎了一段 这次实验里面 是一个意大利的男孩子 他死了没多久 他的妈妈在场 做实验 在这个实验当中 这个男孩子 他的鬼魂 回来和他妈妈说话 录音录下来 他说 亲爱的妈妈 不要难过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们的奥秘 当你离开身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灵魂 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的生命 这个小孩子 他说话 其实很明显 就是为了安慰他的妈妈 告诉他妈妈 说 妈妈 你不要难过 不要伤心 不要常常思念我们 我们现在都挺好的 将来 总有一天 你都会来到我们这里 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奥秘 就是这样说 诸如此类的 这些说话的录音很多 我们看看 这个实验 为什么可以成功地 使得这些鬼神 能够招回来 这是有原因 可以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在场做实验的 这些妈妈 因为很思念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儿子 死了没多久 当然做妈妈觉得很伤心 整天都想着他 怀念他 这种思念的力量 就是一种磁力 好像磁性一样 可以把他在远方的这种灵 灵性 能够招回来 所以 我们这个心 能量很厉害 我们想什么 思念什么 只要是真诚心 诚诚 肯肯地去想他 思念他的时候 他就会来 所以宗教里面所说的 念佛 念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就会来 为什么 因为你诚诚心心地想着他 想着他来的时候 他真的会来 你念他的鬼神 他也会来 更何况 你看佛菩萨是更高的灵性生命 第二个原因 除了心里面 真的这样思念他之外 还要呼叫他 好像巴希博士做实验时 一听见这些风吹草动的时候 马上呼叫 说朋友你们来 你们在哪里 和他接上头 呼叫这种声音 声波是一种能量 它可以感通 我们刚才说 心念是一种能量 因为心的起伏 就产生波动 波动可以通 不同为止的空间 可以接通 他母亲和子女之间的接通 是一种亲情的接通 父母思想子女 父子有亲 子女当然思想母亲 这个父母和子女的亲情 就是孝道 孝经上面也说 孝道孝体之志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没有什么通不了 这个宇宙当中都可以通 这个心念的能量 所以我们念佛 其他高层次生命的时候 那种念一定要熟 一定要真 真的可以通 就好像子女念自己父母 很真切地念 这种真诚心就能够通 这些高层次的佛菩萨 这些灵性生命 就是这样念我们 他就念念想住 也帮助我们 就像父母念子女 我们就像子女念父母 这个心就通 就可以互相见到 除了心念之外 还要口念 就像巴喜博士 用呼叫的方式 一叫他便来 你念佛 他便念出声 念阿弥陀佛 这种声报 就可以叫来 你叫那个鬼 鬼便来 所以我们做圣文制的时候 大人都提醒我们 一去到那些方郊野外 黑盟班的地方 千万不要叫鬼 一说到鬼 一叫到鬼 鬼便来 这个都有道理 你叫什么就来 那我们要叫佛 不要叫鬼 这种实验 巴喜博士 他可以说做了几十年 最成功的一次 是在2004年12月5日 最近这一次 这次实验成功之处 在哪里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就是参加巴喜博士的实验的人 有三十多位资深的教授 学者 都是世界著名的专家 他们的参业 他们的参业 使得这个实验 很富有科学性和真实性 第二个方面 就是 当这些灵性生命的声音出现了之后 刚才说话的时候 巴喜博士 他把他的电池讯号 接收的仪器关掉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声音在喇叭里面出现的时候 我爸所有接收的仪器全部关闭 他不能再接收了 看看这个声音还能不能继续 结果发现这个声音在喇叭里面 继续 没有因为我关闭仪器 关闭接收 他就没有了 继续 他的声音可以继续 他不会依赖于你的通讯工具 那他用什么来接通呢 那个心 人的心才可以通法界 物质限于三维空间当中 他受限制 所以你不能用三维空间 受三维空间限制的物质 来感通超越三维空间 来感通其他维持的空间 不可能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 什么可以超越空间 我们的心 心是不可思议的 超越时空 它是宇宙本体 本源从这个心出来 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这种心 所以现在科学 慢慢要从这个物质世界 进入这种精神世界 研究这个心的道理 这个才是最根本 除了这个心之外 当然它还有这个语言 这个沟通 这个沟通 招请他们回来也很重要 像刚才说的巴希博士 呼叫他们那时来 这个其实在宗教的仪式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比如说佛教里面做的法事 这个我知道在这里 经常大家做的三时系列 这个三时系列 你看看主法的和尚 上了台之后 如何去呼叫他们 第一个话 要叫乃尔王陵 招此圣元 自以严肃威夷 来陵坐下 叫他们来到这里 坐下坐下 叫王陵来到这里 这个就是呼叫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用科学去研究的 这种现象 并不是信 确实是可信和真实的 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很多 简单地介绍他们的名字 对于鬼神灵性生命研究的专家 包括英国的David Fontaine博士 他是礼物浦 John Morris大学心理学教授 他有一本代表作 叫做真有死后的生命 他的答案是真有 死了之后 还会有生命的存在 灵魂是不灭的 还有德国的Ernst Sankowski博士 是德国科技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他的代表作有 以通讯工具 与未知生命的对话 亦都是跟巴希博士所做的研究差不多 用这些通讯工具 与未知生命的鬼神进行对话交流 还有意大利的Ferris Macy博士 一位意大利精神研究会主席 统统都是研究这些 所谓的不同维持空间生命 现在科学主要的研究 都是用这种通讯工具 来收录他们的声音和说话 与他们交流和交通 现在能不能够用一种拍摄的技术 来拍摄出鬼神的形象 现在科学上还是一种挑战 我们说见鬼了 可不可以见鬼 现在还是慢慢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但是在偶然的时候 人真的可以用相机 包括鬼的形状去拍摄下去 真的可以见鬼 真的可以见鬼 在前年2004年2月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出来 就是一位印度的学者 他去一个原始森林里面 做行研究 去调查研究一个土著暴落 他的暴落在原始森林里面生活 在路上遇到一位日本的学者 也是做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研究 两个人一起来到这个暴落 和这个暴落一起生活了几天 这个暴落的人都相信 他们自己的祖先 是生活在一个墓园里面 一个坟墓的墓园里面 一般人 是不能随便闯入这个墓园 因为这个墓园是祖先的圣地 随便闯入之后 可能会被祖先请罚 这两个人也不懂这个规矩 有一天他们想看风景 就来到这一块圣地 当时天色慢慢接近黄昏 他们看到风景也不错 想在这里拍照 那个印度的学者和日本的学者 先拍一张照片 用那种数码相机 Digital camera 来拍摄 拍了一张照片之后 没多久 看到一个日本的学者 突然间分岛在地 暈了下去 那个印度学者就觉得很害怕 可能他也想起 那些长老和他说话 可能这个人被祖先打了一餐 暈倒在地 所以他就很害怕 立即跑回去 找那些部落的长老 来求救 那些长老来到之后一看 他们很有经验 知道这个人 是刚才被祖先惊罚了 就立即拿一些草药和他敷上去 接着和他念一些咒语 那些特殊的咒语 后来把他帮助救醒 他醒了之后 这两个学者都不敢久留 就立即捲起屁股 就回去了 回到家之后 这个印度学者 就把他那天晚上 和日本学者拍摄那张照片 下载到他的电脑里面 结果打开来一看 那张照片就吓了一身冷汗 那张照片现在也发表在网络上 我给大家看看 这张照片确实看见日本学者在后身后 站着一个鬼影 这个鬼影又没有眼睛又没有脚 真的很可怕 毛骨悚然 我们还是 我们说不要叫鬼 叫鬼鬼就来了 也不要念那个鬼 整天想着那个鬼 马上睡不着觉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人为什么用这个数码相机 可以帮这个鬼影拍摄了 这是有科学的原理 我们说人眼睛所见到的光波 叫做可见光 可见光在整个光波当中 是佔了百分之二 换句话来说 我们人只能看见百分之二的东西 宇宙当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 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光光 我们看不到 什么X光 紫外线 红外线 什么加麻射线 宇宙射线 等等 这些光我们肉眼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光是很微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不可见光 有些可以在上底可以感光 譬如以前用的那些上底 它可以感应X光 X射线 好像我们在医院拍片 也要用一些上底来感光 把X光感光到相片上 然后看你的内藏 所以相片所感光的光波 会比我们可见光越阔 感光得多一些 现在用的数码相机就更加科学 它一个感光的科粒 一点就叫做一个上数 一个pixel 它是代表一个感光的单位 像我们现在的相机 有五百上数 或者七百上数 那些只是感光的质量 它感光科粒的多数 那些感光科粒 它可以所感光 又比上底所感光又要阔 所以现在的数码相机 你可以用在天文的拍摄上 巴黎宇宙里面的 我们人看不到的射线 它可以拍下来 所以我们人看不到的鬼影 那些相机可以拍下来 这个也值得相信 我们希望随着科学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可以有更好的拍摄技术 将来能够把鬼影拍得更真实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我们看不到的鬼 可能鬼就在我们身边 不要说一定要眼见为实 眼不见的不是说不真实 可能就在你 我之间 中间也不知有多少个 不同为次空间的生命 所以古人提醒我们 当我们一个人在的时候 当我们独处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自己懂得自己 安安分分 专守己律 千万不要放肆 当我们放肆的时候 很可能会受到 这些不同为次空间生命的惩罚 下面跟大家介绍 第五个西方对于轮回研究的领域 所谓的特异功能者 所谓的特异功能者 对于轮回的出进研究 这种特异功能者 在西方叫做Psychic 他们的人 有比一般人更特殊的能力 他们可以看到过去 看到未来 可以和人医病 医病的方法很神奇 一般正常的医学手段 没有办法治医好的病 在这些特异功能的人手下 一下子就医好了 这些人 通常他们可以观察人的前世 他们对于轮回研究 有很大的出进 在美国早期有一位 很著名的特异功能者 他的名字叫做Edgar Case 爱德格海西 这位海西先生 出生于美国的维吉利亚 在当时整个美国 包括奉约神明 对他的尊敬不得了 包括他称为维吉利亚的奇人 很多人当时 一开始都不相信 这位海西先生 有一种特异功能 他这种特异功能是如何 是先进入催眠状态 自己入定 就好像睡在床上 他进入自我催眠状态 在这种定中 会有一些神灵 通过他的口 可以说出一些寓言 或者说出一些 帮人医病的药方 或者说出人的前世 因果 所以说得很准 很多人开始以为 海西在弄虚俗格 故意制造骗局 包括一位哈佛大学的 一位心理学家 叫修格蒙斯德堡教授 都对这位海西进行了严格的调查 企图想结穿海西的骗局 但他们最后的调查结果 都一致认为 海西这种特异功能是真实的 根本不是骗局 后来很多学者 对海西都有深入的研究 有一位叫吉纳 塞敏纳拉博士 一位女博士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生命多重》 专门对海西的特异功能 了解前世的综合分析 我现在用他简单的案例 和大家介绍 海西这种所谓的特异功能 他的特异功能 首先表现在治病方面 治病很神奇 例如有一位美国的 在Kentucky 肯德基州 有一位妇女 这位妇女刚刚生了个小孩 这位婴儿全身发抖 神经紧张和惊怜 有些像我们所说的癫痫 很严重的癫痫 千天性的 结果这几个医生 和他治疗 都没有医好他 眼见着这个小小生命 就要死了 这个妈妈觉得很绝望 后来听见有个海西 就请海西 用这种特异功能 帮他的小孩医治 海西进入了自己的催眠状态 就和他开了个药方 这个药方 是一种叫做癫茄的 一种毒药 这种毒药一般人吃了会死的 所以医生坚决反对 不准吃这种毒药 但是一个绝望的母亲 已经没有其他方法 只好说最后试一试 结果这个药被小孩吃了之后 很快去他全身就不发抖 没几天他就慢慢恢复健康 所以这么神奇 这些事情确实 现代的科学医学都没有办法 解释 属于一种特殊功能 特异功能 这位海西先生做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一生当中做了大概一万四千多案例 其中两万二千个 两千五百个 都是与前世轮回有关 而且他与人治病也好 做语言也好 帮人看前世也好 通常都 巴黎的人 这一世有什么病 病因说出来 他说这些病因都是前世做的 大部分都是前世做的 他把这种 所谓的前后的因果 用业力这个词 来解释 业力 其实是在东方佛教里面有的 叫做卡玛 卡玛就是业力 他用卡玛来个词 这个业力如何解释 他说好像 澳大利亚澳洲 土著人所用的一种武器 叫做回旋镖 这种回旋镖 土著人 拿着他来打掌 打一些东西 拿着他一把 飞出去的时候 他会慢慢转回来 又回到投资人的手上 他用这个回旋镖 来比喻什么呢 比喻人所做的业 如果你做了善的业 将来这种善的力量 会回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做了恶业 这个恶的力量 始终又要回到你的身上 他叫做回旋业力 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都是他帮人反观前世 所说出来的这些案例 我们来体会一下 他说的所谓的回旋业力是什么 第一个案例 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 他得了一个什么病 一种全身的过敏 从小孩开始 他患了这种过敏症 尤其是当他吃一些面包 一些谷类的食品的时候 他就说 他觉得打黑痴 全身皮肤都过敏 当他接触到一些化学祭品的时候 好像硕料 他就觉得全身的神经痛 这种病很特殊 他看了很多年 医生也没有办法帮他医好 然后他就 最后请海西和他观察 究竟他的病因出自在哪里 海西和他进入催眠 自己催眠 所以他和我们昨天说的催眠医生 所用的方法不同 催眠的医生是使他病人本人 进入催眠状态 自己看到自己的前世 海西是他自己进入催眠 用他的特异功能来看病人的前世 结果他就发现这个妇女 他今生的这种过敏症 确实是前生造成的 他说他前世 这个妇女是搞化学的 专门制造一些化学药品 这些药品使得很多人的皮肤过敏 而且他的药品流失到空气当中 使得很多人中毒 由于他做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这一世 变成他又得到过敏症 一遇到这些化学药品 一全身都神经痛 这些过敏症 所以这也是他的业力 当他这样做出这些业力的时候 影响到他人 将来这个报应会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做什么事业都要选择好 我们说这个妇女前世是一个科学家 搞科学的 专门研制化学的 但由于他做的这些化学制品 对人类没有利益有何处 他都会有果报 所以你看现在的所谓科学家 很多生产原子弹 生产生化武器 来残害生命 将来果报一定很悲惨 所以人选择事业 一定要选择正当的行 对人类对社会有贡献 有真正利益 这样才可以选择 最怕是入错行 入错行将来都会受恩果 第二个案例 海西的案例是 关于一个大学教授 他一出生就是双目失明 这个人很聪明 做到大学教授 但两只眼都看不到 他医治很多次 都没有人医治好 后来就找到 由于他听了一个广播节目 这个广播节目 是报道海西的神奇事迹 所以他就找到海西 当时海西已经是全国很有名的人 他们请求海西和他 反观他的前世 看看他究竟双目失明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海西进入定后 就和他找了好几个前世 终于找到他这一世 是双目失明的原因 原来他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 他生活在波斯国 波斯即是我们现在的伊朗 在那里生活在一个野蛮暴落里的成员 这个暴落野蛮残忍 和其他暴落打仗的时候 巴仁尼的暴落的敌人 捉回来之后 就拿烧红的铁 去弄盲人家的伤眼 这个大学教授那一世 就专门做这个工作 他就专门每日都拿出这些铁 烧到红红的 把人两只眼弄盲 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业力 他这一世一出世 双目失明 后来海西要他自己忏悔 帮他医治 帮他开药药医治 都不可能全部医好他 因为业力太重 所以只能帮助他医好百分之十的事 所以可见得人真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影 做了什么恶事的时候 真是圣言佛菩萨得救不到你 要受的仲要受 所以最关键就是 不要说现前的时候先害怕 在要做恩之前就要谨慎 如果是恶的恩 我们不可以去做 知道恶恩将来一定会得到恶 第三个案例 海西的案例 是一位妇女 她得了一种很严重的腐科病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人不单止我们的行为 如果是不善的话 将来都会有果报 而且我们的心态 如果不善 有一种不好的念头 不好的思想 都会有果报 这位妇女 这位妇女 当她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 她患上一种严重的腐科病 穴经失调 结果她的病令她每个月 都要睡在床上两个星期 很严重 她因为这个病 都自己觉得 羞恥见仁 她的性格慢慢变得很孤僻 很内向 后来她就 请这个凯西 和她反观前世 找一下究竟我这个病是什么原因 因为怎么医都依然不好 这个凯西和她看 就终于找到她的前世的原因 原来这个妇女 这个女人有一世 是在法国路二十四统治的时候 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 修女就像出家人一样 她一世不结婚 这个修女对于天主教的经典很熟悉 圣经这些经典 可以说是道贝如流 但她的问题是 她不是拿着这些圣经 去自己规范自己 去修自己 反而拿着这些圣经 去对照人家 去规范人家 所以常常看见 这个人犯了这条戒律 那个人做的事和圣经不对 一日到刻 就看别人不对的地方 拿着圣经 好像照腰镜一样 不单止如此 她还要当发现别人的过错的时候 还要把别人批评到无地自用 令她羞耻见人 所以由于这样的因 她这一世的果是什么呢 她自己得了这个病 自己就是羞耻见人 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看到 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不良的心态 将来都会吃她的苦果 一个修女我们说修道人 修道人最关键是什么呢 拿着这些圣言的教会 是规范自己的 使自己能够提高我们的灵性生命 提高我们的道德 粗行 怎样可以经常去找人的过失 像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真正修道之人 他不会见世间人的过错 不见世间过 我自己拿这些圣言的教育 去修正自己的浪级 还有那些行功夫去理别人 去看别人这样不错 那样不错 所以经常想人是非 谈人是非那些 将来都会有报应 所以我们古人 圣言教育我们 经常要传逐一个善心 什么是善心 经常都是看别人善良的地方 想别人善良的地方 思念 思维 观察 都是别人善的地方 别人不善的 恶的 我们不要看他 看见就像没有看一样 提也不要提他 这样时时可以保持自己的善良之心 顺正顺善 这样自己的灵性生命才能得到提升 不然就算我们懂得佛经 懂得圣经到将来都会受这个果报 好 下面还有一个案例 也说明如果人有一种不良心态的时候 他会得到这样可怕的病 这是一个34岁的男子 叫做保罗杜尔斌 他34岁那年患了一个多发性硬化症 这一般人称为质碎炉 质碎炉 他的症状是全身的神经萎缩 他的病症状是右手和右脚和右腿 右边的肢体全部萎缩 这样的病症 他有妻儿子女 本来全家都要他来抚养 结果他失去了工作能力很苦 很多朋友看到他很凄凉 所以拿钱帮助他 但这个人他没有感恩的思想 不仅没有感恩的思想 还经常有怨天由人的情绪 他经常怨恨 经常得不便宜 他经常埋怨医生 那些医生 为何都不好好帮我医好我的病 搞到我这样 还要埋怨很多周围的人 甚至把自己的怨气 发泄在帮助他的人身上 搞到那些人都对他敬而怨之 很伤心 这些人真的有 一日到刻都是指天马地的 见人就骂那些人 那些人的心 常常处在自私当中 亲慰当中 不平怨恨 怨天由人 充满着他的心里面 他的心成为恶毒的场所 你说有这样的心态的人 他的病会不会好 不可能 只会越来越严重 你看我们昨天提到的 日本的光本性博士 是水结晶的实业 人如果存有一个好的心态 就可以使水的结晶很美好 如果经常都是这样恶毒的心态 水结晶就很难看 很噁心 所以他整个心都是这样恶毒的心 他的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差 所以他的病压越来越重 后来就找到海西来求救 海西跟他入定之后观察他 又跟他说 你这个病 是你前世一个不良心态造成的 什么不良心态呢 因为你前世的心里面充满着自私 充满着怨恨 不懂得感恩 这些心态导致你这小孩有这样的病 你自作自受 然后海西跟他开了一个药方 跟他开了什么药方呢 是一种心药 这种心药可以说 专门治心病 这个人有心病 要他吃心药 这副心药其实没有附作用 大家都可以吃 所以我们拿出来一起品尝一下 这个海西怎么跟他说 他说无必要把这种 负面的情绪从心里面去除 事事都有回报 不差是何 你这个病是业力轮步所致 只要还有仇恨 恶毒 自私 这个身体就无法治愈 要改变身体的状况 首先应当改变思想 必须采取措施 改变你对环境 事物和同事的态度 任何的治疗方式 都不可能促成完全的康复 除非你淨化你的灵魂 才是你的希望 所以你看这位被美国人奉约神灵的人 海西和他开出那副心药 直接和他把这个病从根上治 这个病都是心做出来的 心是病的根本 所以治病要治本 所以这个人的心态不善 恶毒 一定要 海西要他做什么 正化你的灵魂 才是你的希望 要你的心态 你的心灵 顺正顺善 把这些不好的念头 自私自利 不知道感恩 怨恨 怨天尤人 这些思想 要取代他 变成一种善良 一种帮助乐于做人 一种慈悲为坏 奉献社会的心态 这样才有希望 我们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 帮我们西方世界里面 几十年来 对生命轮换 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科研 我们简单地介绍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看见这么多西方科学家的案例 一模一模的 都是悲惨经历 这些轮回 我们相信 看见这么多案例 它确实存在 我们会思考 轮回是怎么来的 人为什么会有生死 为什么会有轮回 可以说 在佛经当中 这两段话 是最好的说明 在大佛顶首能言经说明 与父我命我还与债 以示恩缘经八千劫常在生死 与爱我心我怜与息 以示恩缘经八千劫常在浅薄 这里说人为什么会有轮回 就是因为土債还债 我欠了你的命 你欠了我 你要还 我欠了你的债 将来又要还债 你的互相之间是这样去报 特别是杀这个债 命债 最根本的 第二个就是爱 爱欲之心 总之轮回就是这两个字 一个爱 一个恨 爱恨的感情 使我们这些人 深深地绑在轮回当中 不能够出来 古人说的七情六欲 七情五欲 七情爱和恨 这个是最麻烦 有时候爱也可以杀人 太过我好像看到那些动物 因为很爱它 爱什么爱吃它 爱得不得了的时候 它就开杀界 也很可怕 将来都要还债 我们看到这些案例当中所说的 全都是呼吓的例子 一模一模的都是血淋淋的 互相仇杀的例子 人轮回真的很苦 哪怕你这一世再荣华富贵 好像你说史太龙先生 救富贵 家财万贯 前世原来都是被拳王打死的 被人斩头的 这些血淋淋的例子 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轮回很苦 那么苦这么苦了 有没有一个念头 我可不可以不要轮回呢 不轮回多好啊 这是一个大问题 轮回可以超越吗 可不可以超越轮回 既然这么辛苦 为什么还要在里面不肯回头呢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的科学家 只是研究到 证明有轮回 但是还没有提出 可不可以超越轮回 这个大问题 更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答案在哪里 就是纵观人类的历史 可以说 在佛陀教育里面 才真正有答案 佛教对于轮回 可以说是世界上描述得最完整的一门教育 他所说的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它是一门教育 不要简单地理解成一门宗教 这是释迦牟尼佛 用它高度的智慧 我们说它是一种更高的灵性生命 它所给大众的 这门宇宙人生真相的这门教育 不单止描述出轮回 这些真相 还告诉我们超越轮回的方法 所以科学 未来的科学真的需要依靠佛教指导 科学家假如读佛经 将来他们真的对科学的发展 会很大出众 这句话其实不是我来说的 是大科学家 现代科学之父 沃因斯坦说的 我们知道沃因斯坦是 相对论的提出者 为现代物理学 为太空的探索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获得罗贝尔物理学奖 成为现代的 时代周刊所评为的二十世纪的伟人 他如何评价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我们看看他在一篇科学与宗教的评论文章里 如何说 这是他的原话 沃因斯坦说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 应建立在宇宙万物合而为一的意识上 这句话提出来就不简单 他竟然从科学的角度能够理解到 宇宙万物是合而为一 是一体的 下面讲的很精彩 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若问哪种宗教可以应付现代科学进展的需求 这个宗教就是佛教 所以你看看爱因斯坦 国实理说我们很佩服他 高度的智慧 冤博的学识 能够为现代科学指明前进的方向 应该依靠佛教 因为佛教不单是符合科学 而且超越科学 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佛教如何解决 轮回可以超越吗 我们看佛教如何解释 我们首先要明白轮回如何来 你要明白轮回如何来 他的根本原因找到 你把这个原因去除了 那便不轮回 佛跟我们说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轮回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众生迷惑 迷惑是什么呢 这些迷惑有很多种 佛在经里讲过很多 什么见惑 诗惑 陈沙惑 无名惑 这些属语名词很多 我们现在没时间聊这么久 我们拿着根本 什么迷惑呢 就是对爱因斯坦所提出的 宇宙万物合而为一 这种观念 他迷惑了 他忘记了 他不懂得 原来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体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体 所以他会分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你的 我的和你的是对立起来的 我们两个不是一体 甚至我会损害你的 来利益我自己 损人利己 自私自利的念头 就是这样出来的 自私自利怎么来的 因为他迷惑 他不懂得宇宙其实是一体 如果一体就没有分 他要分了 说明他忘记了 他不懂得 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说 地球是一家 这个说话都不够准确 一家人里面都有你我 有分开 应该是什么呢 宇宙是一体 这样就对了 大家在一个生命共同体里面 就好像一个全身 各个器官各个细胞 每个人就好像一个细胞一样 那我们再问下去 既然说宇宙万物是一体 那那个体在哪里 本体在哪里 这个本体在哪里 就是我们一念 一念心 这个就是宇宙的本体 整个宇宙就是从心的念所产生的 唯心所言 唯色所变 这个心和色都不是两个 这个觉悟的人把他称为心 迷惑的人把这个心变成色 其实都是一个 只是有一个迷和一个悟不同 所以这个宇宙从哪里出来 就是一念心当中的产生 所以这个宇宙当然是一体 整个宇宙都是那一念心化出来的 换句话来说 我们整个宇宙所有众生 包括你我他 通通的紧密团结在我们一念当中 这个够团结了 没得分的了 所以损害人就是损害自己 你就把我们原本的一体破坏了 等于自伤 所以真正的圣人教我们 要明白懂得什么叫自爱 怎样自爱 知道这个宇宙是一体 你选人就不是自爱 你爱人才是自爱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说实话你就是圣人 你就是佛 佛就是活在哪里 你就是万物合而为一的这个状态下 这个就是佛 这个就是圣人 我们本来个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佛都跟我们说 本来就是有如来智慧得上 如今说的我们人之初性本善 本来就是本善 但是我们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样子 我们现在听了之后 我们都可能知道原来宇宙万物合而为一 可以的 那我们一看 那现在你可能知道 可能一出了门就不记得了 一走到街面上 有人遇到你一下 你马上生气爆爆地跟人家说 你瞎了眼了 即刻什么宇宙合而为一 通通望在脑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三字经说的 性相近 习相远 是一个习气 因为太久了 整天习惯了 选人类的 习惯了自私自利 所以境界一现前 什么宇宙万物合而为一 通通不记得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凡夫就是这样迷 他不明白 他不可以在境界当中回头 所以修行就修这个 说实话这件事也很难 那怎么办呢 是否无办法超越轮回 因为你真正合而为一 那谁轮回 没有轮回 所以要解脱轮回 就是明白 原来宇宙万物合而为一 根本没有轮回 什么谁在这里轮回 那我们如果这个境界不能保持 即加茉莉法很慈悲 他还和我们说出一个特别的方法 这个特别方法 即使我们可能真的忘记了 或者真的不理解这个境界 都有办法 可以超越轮回 这个方法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求生正土 好 这种方法是最保险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去到极乐世界 就永远不受论违 那你会问 极乐世界在哪里 拿来给我看看 阿弥陀佛在哪里 为什么我念也不是 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宇宙的本体就是你一心 当我们这个心迷惑颠倒的时候 就有污染了 这个污染的心 它也会现这个法界 现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是一个污染的境界 是一个污染的宇宙 所以我们有自私自利 有贪亲私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世界 香港尖沙咀 这种境界 当我们自私自利 贪亲自满都没有了 心里面 南无阿弥陀佛 一个一个接着念 心很清静 与佛相应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念是什么 是现什么境界呢 这个念燃出的宇宙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在哪里 当你这个念头清静下来的时候 是一句阿弥陀佛 中间不夹杂任何妄想执着 不起心动念 没有那些自私自利的念头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句接一句地念下去 清清静静静 不知不觉的时候 你就进入极乐世界 这种境界 真的叫做如人喝水 你的冷暖自知 你自己喝了水 冬还是热热的 你自己才知道 别人代替不了 因为极乐世界也好 污染的世界也好 统统是那个念生出来 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相信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不是在天边 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是在我这个静念当中 所化出来的宇宙 而极乐世界是否真的有 真的有 在这个经上说的 从这个世界以外 有十万亿个国土 十万亿的星球 一个星系 这么远的地方 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 真的有 里面真的有一个阿弥陀佛 他发了四十八大愿 可以普道七七众生 只要有一个众生念他的名字 阿弥陀佛 他会来接人 临命中时会来接人 真的有这些事情 但你们也相信 虽然有这个事 但那些事情 这些宇宙当中发生的事情 都是我们一念心所发现的 这个心是不可思议的 宇宙当中无处不在 哪个地方都离不开你的心 这个佛菩萨也好 一切众生也好 没有一个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 自己就是佛 我可以成佛 释迦玛利法 我原先就是如来智慧得上 孟子说 人人间为遥信 我就可以做遥信 一定有这个自信 人之初是圣本前 有这种意识之后 就要相信阿弥陀佛 我现前还是凡夫一个 在街上碰到人 还会骂人 这个凡夫怎么办呢 要靠阿弥陀佛 他是圣人 他是真正的老师 可以接引我 可以带领我去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就是极乐世界 在那里我可以回头 可以恢复我原先 本性本事 还要相信 我现在去念佛 现在做念佛的恩 有恩就必有果 我现在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恩 做下去之后 果一定是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是成佛 一定可以超越轮违 这个恩果一定要相信 而且这个恩果是同时的 不要认为我现在念阿弥陀佛 念到何时我才可以见佛 你这样担心也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恩 做下去之后 立即那个果就现成了 就在你一句阿弥陀佛的念中 你便宣出极乐世界 不过你未觉察得到 你未觉察得到 你未觉察因为心太粗 这个恩果是同时的 不是说我恩过了几年才结果 说实话时间都是假的 阿弥陀佛跟我们证明 时间是人类的错觉 根本没有时间 根本没有空间 通通是我们的执着 错觉 妄想 妄想和错觉 阿弥陀佛说错觉 佛家说妄想相对应 妄就是错 想就是觉 妄想对错觉 真是很对应 这是妄想 所以恩果都同时 当我们一句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念得清清楚楚 听得明明白白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不知不觉 你当下就在极乐世界 你本来就成佛 相信这个事情 确实有 阿弥陀佛来接引 亦都要相信那个理 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 其实都是你心所言的 阿弥陀佛从哪里接引我 就是我念佛的念中 他现出来的 我去极乐世界 去到哪里 无非是去到你念中 正念当中的极乐世界 无论是极乐世界 还是我这个世界 不出你一念 所以心正 则觉吐正 这是我们上个月 中国最举行的 世界佛教论谈的主题词 心正则觉吐正 心安则众生安 心平则天下平 完全是你的心 这个心 广大无边 千万别认为 我现在想想想 那个心 不对 那个心是妄想心 又是你的错觉 真正的心是真诚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执念 全身心地靠到求阿弥陀佛接引 那种哀切心才能有感力 弄虚作假 搞不够 所以这样才可以真正解决 这个人生 这个宇宙的大问题 轮回可以超越 这个当然不是等到 将来科学已经发展到 确实有极乐世界 确实有阿弥陀佛 那时你才求生极乐世界 那时你可能都不在 现在就要开始做 科学走在后面 我们千万别被科学害了 现在快点 好 最后我们想用几句话 结束这四天以来的讲座 第一句说 大量的科学证据 为我们揭示 轮回决定存在 第二句 轮回中是因果和业力来支配的 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时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善恶都有报 第三句 宇宙为万物 为是一心 心静则国土静 一心念佛 求生静土 可以永续轮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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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